德濱他們拍了像嘻嘻那些電影 其實我自己有想過是可以開的題材 其實有的 坦白說是好看的 因為有時現在 因為戲劇就是這樣 戲劇是年輕人主導的 這次是用戲劇來包裝 他們想給大家一些寬笑 現在的社會環境比較緊張 希望帶一些輕鬆給大家 因此他放多了在戲劇的元素裡面 除了自己本身有一種 叫做 有一種傻氣的戲劇感在這裡 再困了 Jessica那種傻氣 再加上一班奇妮怪獎的隊伍 又有梁Sir 又加上賓士哥 其實自己走過來 就已經有一種很奇怪 很特別的戲劇感在這裡 永遠拍戲的話 我們分三部分 一個就是編劇 一個就是監製 一個就是演員 我們大家都要發揮自己的作用 我們才可以把整個東西出來 才可以令到觀眾有感覺 起碼這三部分都有感覺才可以 基本上要 我很記得當時 尤其是《七奇二監製》 他拍那場戲 他只能播放音樂 不只是演員聽 是大家一起聽 為什麼 攝影師也要知道 演員也要知道 燈光也要知道 怎樣才能夠共同 將同樣的東西 才能夠表達出來 因為只要 攝影師 劇本 演員 監製 我們的情感 是同樣的話 觀眾便會接收到同樣的情感 我們作為演員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 是 覺得可以去做 我覺得我們的責任 就是希望帶領觀眾的視野 去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而希望讓他們見識到 和深入探討社會 我們今時今日所發生的事 你問我 其實我自己喜歡拍喜劇 但我都想拍一些 叫做 再深層一點的喜劇 其實坦白說 我也有向他們提出過 某些題材 德斌 他們拍了 好像嘻嘻 那些 那些戲 其實我自己有想 其實是可以開的 一些題材 好像是現代的 真實愛情故事 而變成兩個男人的身份 是的 而不是搞笑 而不是那種 而不是那種 而是實在的 我不抗拒 我也是屬於那些 我肯為藝術而犧牲 我是喜歡那件事 我們做演員的話 我們就要去把那件事 有這麼真實 變成這麼真實 我還沒想到 我還不知道 還沒想到 其實有的 坦白說 其實出來是好看的 因為有時現在 戲劇就是這樣 戲劇是年輕人主導的 有時主角的話 是年輕的話 才會令觀眾更加想看 像我們那樣一年紀 我們是用戲 用一些比較深度的東西 來保持觀眾的視野 那是因此 我覺得它現在 砌法不錯 我們再混合一個年輕人 才是完美的 有時公司已經有一大堆題材 已經釘好了 有時會委派給哪一個監製 去拍哪些戲 如果那年的座位已經滿了的話 變成沒有空位 讓你再放一些新的題材進去 因為當那些題材 如果是監製自己本身 我真的很想去拍 他們還要 他們要經過很多層 他和編劇 要大家一起 工作出那個概念 然後還要逐層去敗禍 高層又要批評 然後再高層又要批核 收視又要批核 再加上很多層的批核 才會令到那件事 例如我剛才拍的那個殺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開到的戲 這是一個比較新鮮的題材 一個特別的題材 以前一定被禁止了 我自己深信 創作呢 就很廣舊 那個叫原創的創意 如果那個編劇 或者監製 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而他們很想去拍 他們拍出來的東西 會特別好 而好過你拍一個東西 而放在他身上 叫你去執行 執行的和原創的 是兩種東西來的 其實觀眾是想看很多東西 那變了我覺得 站回TVB的角度 其實都應該是 再將它狂闊多一點 希望播多些不同的劇種出來 那觀眾的選擇 才能夠激起他們想看劇的意欲 很多時候現在都是監製和編劇 大家一起work together 來create一個concept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加上演員一起 一些演員 如果神組定了的話 其實可以一起去參與 令到那件事會更加實在一些 更加3D化 我覺得會